原标题,图斯克,对长期延长英国脱欧期限,因此开放态度中新网3月27日点,据俄罗斯微信网报道,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7日断送欧洲议会,对于长期延长英国脱欧期限, 因保持开放态度,欧盟部门不是想要留在欧盟的英国人民的利益,有必要给英国多一点时间,来确定未来的脱欧战略。 3月23日,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协,呼吁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,中新社记者张平舍图斯克说,如果英国想要重新省议脱欧战略,我们就应考虑将脱欧期限延长至5月22日。 他指出,英国在4月12日前有时间决定支持还是放弃脱欧,如果英国脱欧期限再度延长,英国就将参加定于5月的举行到欧洲议会选举。 在英国议会网站发布的所有请愿书中,关于取下脱欧和保留欧盟成员国资格的申请,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支持。 请愿书签名运动于2月20日发起,截至目前,已收集约600万签名。 但英国政府表示,不会撤回李斯巴条约第50条,打算尊重2012年决定脱欧的公投结果。 当地时间27日下午,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向议会议员发表讲话,他表示如果议会本周可以通过脱欧协议,那么,脱欧将会顺利实现。 但您的发言人随后称,只有在能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下,没才会让议会对脱欧协议进行第三次表决。 27日来,议会将就一系列脱欧方案进行部。 去法律约束力的指标性投票,以测试是否有能够获得议会多数支持的选项。 这些选项可能包括以将软的发誓脱离欧盟,留在欧盟关税鸿毛,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,甚至是取消脱欧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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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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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